哈嘍大家好,我是蠢羊 今天不聊新游戏 来聊聊一部我曾经评论过的游戏 生物幻想 在2018年7月底 生物幻想推出新的DLC 采取的是免费纸 主要描述的是弹镜的故事 操作角色 从主角飞行转变成女主角望书 并和银川、游棉、蓝香 一同在幻境中探寻弹镜不为人知的秘密 并找寻离开幻境的方法 对于这部DLC 在推出前我是满怀期待的 原以为可以了解本传中 为深刻刻画的角色和相关剧情 但游玩后发现它并不如我在推出前那般 保持热观的态度 原因并非出在剧本 而是其他针对游戏上的设计编排 首要原因就是小游戏 在本传中的小游戏种类非常多元 在DLC内统一将小游戏改成了解谜游戏 我并非讨厌解谜游戏 但是DLC的小游戏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游戏中的幻境主要分成四区 其中一区多达五个小游戏 解谜解得一整个头为眼花 在《十五幻想无雷游戏》点评中 我有提到 《十五幻想的战斗系统》是新鲜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好好把握战斗系统 反而去钻研出这么多不有趣的小游戏 真的非常破坏我的游戏体验 再者是女主角旺叔 预告片中的旺叔 瞬影之力可抵达一些地图上难以抵达的地方 实际体验却发现瞬影之力是无法连用的 只能简单的小冲刺来弥补跳跃 并不会如预告片那般 运用瞬影之力游走大场景 抱怨归抱怨 DLC也是有优点的 把除了空气墙 可在大场景中自由行动 剧情方面也补足在本传未被好好描述的角色 对于弹镜 银川 游棉 也算是有一个交代 以免费DLC来说 剧情算是有诚意的 整体来说 我对于DLC失望是大于乐观的 虽然DLC补足本传中未提及的段落 但是过多的小游戏真的让我很出戏 对于免费游戏我通常不会要求太多 但是《失恶幻想》以阉戈本传剧本 DLC补足的方式让我不得不要求 严格来说 DLC的剧情本该在本传出现的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真心不解 我是纯阳 你喜欢《失恶幻想》吗 不论喜不喜欢 留个言让我知道吧 那我们下部见啰 拜拜